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他是Oli 他是我最近新買的打掃機器人 iRobb 不好意思 剛剛播錯影片了 大家好 我是Tim哥 這台是我最近新買的掃地機器人 iRobb的倫巴J7 Plus 剛才影片沒想到已經過了四年了 而且你看當時我還沒有橫倒 所以你看連那時候影片的焦點都在他身上 好 不過當時的iRobb其實就已經非常厲害了 你說對不對 現在過了四年 這台iRobb的倫巴J7 Plus 到底有什麼進步 聽說他們這台是目前他們極大層製作 這四年間我開箱過非常多的掃地機器人 可以發現掃地機器人的發展趨勢 原本從單一的掃地功能變成可以掃可以拖 甚至於可以自己洗抹布 自己水箱還可以換污水 這樣的發展沒有不好 但我從中發現他其實有一個很致命的缺點 就是掃地機器人的基座會越來越大 因為功能也會越來越多 所以相對的基座也越做越大 以前基座沒那麼大的時候 你隨便擺在家裡任何一個角落其實都是可以的 結果現在基座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變成房子裝修的時候 還要特別留一個位置 給掃地機器人來做一個家 把基座去把它遮掩起來 但今天其實很妙的是 你可以看到現在我在旁邊 他的那個基座非常的小 而且他的基座高度應該是目前我看起來業界是最低的 目前高度33.8公分 機身也變得更薄 8.6公分 對比之前稍早的機種 至少厚度減了0.7公分 越薄就能越深入各個家具的底部 然後他的上蓋的行接處很細心 他有做一個上緩衝的設計 完全密封 而且他會幹嘛避免裡面的灰塵可以跑出來 而且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把基座打開以後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 你看我從這個基座打開 你有沒有看到 他裡面有一個集塵袋 那機器人的收集的灰塵 都會結用到這裡 那這樣你只要定時 怎麼樣 把這集塵袋拿去丟就好了 完全不需要弄傷你的手 這個他的集塵袋非常的厚實 有防肉做得非常紮實 而且集塵袋 他只要手把一拉 就可以直接丟到的設計 完全不長手 同時你有沒有看到 我其實從這邊拿出來 這個就是他的備用的 直接可以幫你收納在這旁邊 這手機真的很不錯 不然很多有時候 你額外一些贈送多的集塵袋 你要用的時候 像我自己很愛亂丟 我都不知道收哪去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iRobot的J7 Plus的本體 聽說他這一代的避障系統做非常厲害 真的是有AI避障 能判定什麼該避開什麼不該避 比如說垂到地的窗簾 床裙 或者是很多品牌 都會繞過很髒的一些角落區塊 J7 Plus 他會去做一個試探性的欣賞 那確保這個邊角你都可以掃到 另外J7 Plus 他還可以透過他前面 前面有一顆鏡頭 對不對 地上有什麼 充電線啊 耳機線啊 還有拖鞋啊 甚至於貓狗的固態的便便 他其實都可以避開 同時他還會把避障物 幹嘛拍這下來 給用戶看 精準辨識的功能 所以對於我們這種羊寵物的家庭來說 其實非常大的福音 因為如果辨識不清楚的話 你知道嗎 直接把那個寵物的固態糞便 當垃圾掃過去的話 哇 你整間屋子應該非常的精彩 而且前面除了有一顆的鏡頭之外 他有一個LED燈 這LED燈 比如說我們在一個昏暗的角落 他一樣可以清楚去判斷出障礙物 但大家要記得 我剛說的昏暗 是如果是那種全黑下 一點光都沒有的話 畢竟他只是一個小小的LED燈來做照明 全黑情況下 還是會影響他的判斷 再來就是講到他機身的底部的部分 這邊可以看他搭載有六個環繞式偵測的感應器 避免他摘到懸骸去 或者是如果你家有樓梯的話 他也可以避免摔下去 下面那邊還有一個地板的追蹤感應器 主要是幫助我機器人 可以確實綜合S型的來回 而且不會去走遍 其實事前我有先做過一些實測 我們先進BCR G7 Plus放在我們的會議桌上 然後同時上面有什麼耳機線 旁邊還有什麼 好像模擬Oli的大便 另外我們這個是會議桌 所以順便測試他 會不會這樣落摔下去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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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馬上就好了 而且真的沒有下摔下去 是不是很成功 接著我覺得很不一樣的是 他單支的側刷 這個問題 我問過他們家工程師 現在大家都是兩支側刷 就你設計一支 那不是比別人還弱嗎 你知道他怎麼回我 他說原廠實驗 當兩支側刷同時在旋轉清掃的時候 有很可能的很大的一個機率 會一邊側刷 把灰塵掃進來的時候 碰到另外一支側刷旋轉 你知道怎樣 就把灰塵掃了出去了 這樣子反而比較不容易 已經集到邊角的一些髒污 所以他們是經過考量以後 才覺得說 設計好一個單邊的側刷 其實這樣子就好了 而且你仔細看 他這個單邊這個側刷 他的那個長度跟貼地的角度 他們是有經過研究的 26度這個角度配上這個長度 是最有效能 可以把角落灰塵把它掃出來 但除了側刷不一樣以外 主刷也跟人家完全不一樣 他們設計雙主刷 而且材質這種塑膠 是有點彈性的滾輪材質 不像一般的 有可能是只有一個主刷 或者是頂多再加幾片膠片在 這樣很容易幹嘛 在原地做一個空轉 那無法很精準的去收集垃圾 而且Irobat的雙主刷 他是透過高速反向的旋轉 能更有力把那個灰塵的垃圾刮起來 到集成河上 那這樣滾輪造型 也比較不會有卡毛髮在上面 頂多會卡一些在連接處的那個地方 那你只要把主刷拆下來 就可以清洗了 他這邊的這個洞 跟基座這裡 銜接接口 回基座的時候 機器人會自動回拉 把那個垃圾自動抽 抽上去 一個集成河垃圾 抽到集成座上方的 密封式集成袋 跟你講說 他這個橡皮的塑膠的這個接口 是經過工程師 上千次的實驗 確認 跟基座百分百可以吻合 所以在抽吸垃圾的時候 會形成一個真空軌道 吸力可以達到最大 也就是因為如此 Irobat那個吸垃圾的聲音 會比較大 但是這個大 只有10到15秒 就很快就可以結束了 最後 它的集成河差在哪裡 就差在這裡 因為如果有些比較大的垃圾 卡住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 直接把集成河的幹嘛 拿起來清理 甚至於去水洗 記得要先幹嘛 把濾網拆掉 一定要不免俗 要講一下 當然他們一定會搭配使用的APP 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是什麼 全新的居家智慧平台 透過這個APP 就能智慧化管理居家的一個環境 透過這個APP 你可以在上面 可以規劃虛擬的一個進入區 比如說Oli吃飯喝水這一區 我就把它規劃成一個進入區 避免機器人靠近的去打翻Oli的飼料碗 你也可以設定一個標靶的一個清掃區 那這是幹嘛 加強一些特定的小範圍 你可以做一些清潔 外面我們的後製姐 他位置我把它設定一個標靶區 因為後製姐常常一直 吃東西是掉屑屑 掉滿地 我很怕Oli走過去在那邊偷甜偷吃 很麻煩 而且透過這個APP 你也可以收到障礙物的一些辨識的回報 所以當機器人遇到障礙物的時候 整個掃彎就會拍到截圖 用傳到我們手機的APP 那你判別這個是長期還是臨時 會在地板上的什麼障礙物 Oli躺在那裡 你可以跟機器人說 這是一個臨時的障礙物而已 那下次機器人會遇到同一個區塊的時候 他就不會避開 目前原廠有公布辨識的障礙物類別 有手機線 鞋子 襪子 還有貓狗固態的糞便 障礙物的類別 他其實是會一些一直一直的不斷的新增 搞不好以後連那個黏書版 其實都可以避開 所以這個APP 他其實有非常多貼心的功能設計 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仔細的體驗 最後我再提一兩個人 也很有意思的功能 就當你的手機定位離開了 住家範圍的時候 機器人就會開始啟動自動打掃 那這功能其實蠻智慧的 你也可以事先 先指定好你要幹嘛 清掃的區塊 那所以當你出門以後 機器人就會開始清掃一些指定的區域 這APP他可以清掃 那個順序 你可以做一個排序 所以假如你在客廳聽音樂 只要不要勾選客廳 他就會在這一區 特別去降低運轉的聲音 他也會整合他們家旗下的智慧商品 比如說他們還有一個 專門拖地的機器人叫M6 透過這APP整合起來以後 機器人可以共用一張地圖 自動溝通 一個掃一個拖 這樣就很完美搭配 不在家地板就會乾淨流流 總結一下 iRobot的J7 Plus 在設計的思維上 其實有別於一般的掃義機器人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而且比起多功能複合色選擇 他們反而專心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掃這件事情 先把它做好 大家有任何問題 下面留言下次見 拜拜 我愛翻譯 是我 我愛翻譯 んで.. 再用詳細ינו 那些東西 我愛翻譯 等於在那個嗎? 女子 我愛翻譯 女子 你愛翻譯 我愛翻譯 我愛翻譯 你愛翻譯 你愛翻譯